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无法摆脱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它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它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它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恼人的异味了 健康守护联盟 与您一起守护健康 Apollo Fiber Insight的产品 现在到这些地方也买得到咯 高顾联诊所 台北市中山区北安路607号 地下一楼 方泽药局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434号 可卖皮鞋 台北市市林区温昌路74号 欢迎加入健康守护联盟的行列 让我们一同守护健康 加盟专线02-8791-9010 大家好 同温层突破的同温层 我是同文勋 我是杨倩宏 今天进来的时候第一个标题 人民币核实破八 其实这个是一个长久的辩论 然后常常很多人喜欢跟我打赌 其实我已经赌赢好几场了 可是都还没有去搜赌债 赌债非债 通常是赌一杯咖啡 或者赌一餐 但吃饭吃太多也不好 人民币核实破八 其实大家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了 人民币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 对美元的汇率就是从八破 就是变成是七字头 七字头 然后它就一路升 升到了这个08年的金融风暴的时候 好 那2010年 它就是破七 那我那时候真的是风光啊 金融风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我帮大家review一下十年了 帮大家review一下 当时候所有的媒体 台湾的媒体一概说什么 人民币将取代美元 对不对 一篮子货币 什么国际货币 都来了 都来了嘛 我大家都笑到翻掉了 可是有多少人相信 来大家自己说一说 你当时相不相信 我还是要叫大家 不要去买人民币 赶快去买美金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杨树哥的节目 那个在央广的节目 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叫那个 中国民众应该要去避嫌 对 好 趁现在升到最高的时候 赶快换成美元 那是你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 有没有错 后来就一路回变 一路回变就在 6.89啦 6.9啦 就在这种地方 可是有一年是不一样的 就2014年到2015年 其实有一度 它是差点崩盘的 所以那 对 对 对 那个黑市换到13 是 我听一个中国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在黑市换到13块 他们对猜 对 银行之间的对猜 是日猜利息 对 已经没钱到日猜了 对 好 那那时候他动用 据说动用了1兆美元的外汇存底 去压 去稳住人民币 对 这个事情其实香港也做过 在上一次的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也是 大家都知道索罗斯 对不对 对索罗斯攻击 其实如果有一集 我们来讲索罗斯也好 好 这是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他动用了1兆外汇存底 稳住之后呢 又开始了 就是买媒体 然后告诉你 他要变成国际货币 然后记不记得 就差不多时间就用一带一路 就开始一直发行什么 人民币定存 这有点像王世坚在讲那个 柯文哲 一路骗 一路骗 一直骗 独骗片不如中骗片 王世坚 大家一起骗 大家一起骗 那其实中国的政治 跟中国的经济 是嫔妃式的经济 你必须要附庸于它 其实这一次的这些 所有的饮料店的事情 就知道了 你必须是嫔妃 叫你往东 你就要往东 叫你往西 这是嫔妃式的经济 没有任何自由经济的空间 那么 所以人民币呢 其实我一直认为 人民币是一种token 它就是代币 代币 我其实 那进入这个游戏 你必须换这个币 是 你要进去一个游乐场 比如说你去迪士尼 或是 你去换一个迪士尼的代币 然后进去里面玩 玩完了之后呢 你这个代币要换成法币 对 也不见得换得回来 它可能不让你换 换不回来 跟你讲说 你下次再来玩的时候 再继续花 我是少数 像我在银行 那个 李专来跟我推销任何 跟人民币有关 都没有拒绝 我是从过去到今天 手上没有一张人民币过 没有 零 我从不买人民币 从不持有人民币 任何的机会 什么东西 我都直接讲 这个 这张是民币 这是地狱来的钱 我讲两个例子 讲我自己 在2014年的时候 TRF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其实也很少去零贵了 可是那时候 应该要处理一些公司的问题 所以去零贵 零贵的时候呢 那小姐就跟你讲说 拜托可不可以买一点 因为它没有够打 的压力 我说 No 我手上呢 连一毛钱人民币 都不会持有 我不持有 那另外一位 现在是大法官 他当时去 是律师 他也是零贵 去办理一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贵员 也是跟他推销人民币 他就义正词严的 跟贵员讲说 我不知匪 你不知 现在是大法官 现在是其中一位大法官 好 我不讲他的名字 所以TRF 确实是错误 我们当时就一再的警告 其实那几年 我只要去演讲 我就开始讲人民币是代币 人民币是假的 它超发 它的风险非常的大 而且你不要想说 它的定存很高 定存高 代表说 它有风险也高嘛 而且你每一次 你就是在汇兑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淹水 淹水的人家还要叫你去补仓 所以很多人在 这个TRF上面破产 所以到现在有很多诉讼 还没有结束 可是这件事情要怪谁 应该要怪政府 第一个你开放了人民币的定存 你没有 这是千不该万不该 你没有去揭露它们 破产的问题有多严重 好 再来是 你怎么可以开放银行的礼专 因为银行礼专会看得到你的存款嘛 这个是资讯不对等 对不对 尤其它对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根本没有多少金融能力 你竟然让它去用礼专 看得到它存款的资料 这些人怎么可以去做礼专呢 这个金管会的问题 你对于保险的从业人员的管理 你怎么对 还有证券交易员的管理 是那么的严格 你怎么对银行的礼专 他们有错过多少训练 他们凭什么做礼专 从上一次的金融风暴到今天 到TRF的问题 就是人民币定存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 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都是一样的 那问题来了 人民币什么时候会破霸 港币 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 港币如果跟美元脱钩的时候 其实就是跟人民币挂钩 那跟美元脱钩 其实它就是暗示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以美元为发币的基准 就已经磨磨砸砸了 它脱离了 所以到底发了多少港币 港币的关键是因为 港币还是一个 目前被信任的国际货币 通用的货币之一 那么人民币只要超发的时候 它就过来香港转一手 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转一手 然后它可以吸走一些 它的美金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 如果有一天 美国宣布说 你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操控 包括反送中的 现在美国已经公布它是汇率操纵国 这是中共 可是对香港呢 如果香港也被公布说 它不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话 那完蛋了 一样是关税会来 就垮掉 就垮掉 香港金融经济就全垮 好啦它垮掉 那台湾呢 因为我们今天讲 这个风暴一定会烧到台湾 TRF总共从2014年到现在 吸走台湾多少钱 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一千多亿台币 一个是两千多亿台币 那么业界相信是 应该是两千多亿 那两千多亿只是TRF 就是它亲蒙打烤啦 来到台湾在所有的银行 你所信任的银行吸金 那么还有我们银行自己对 中国的贷款 那个曝险是多少 在今年的第一季 我们台湾对于台湾的银行总体 对大陆的曝险的数字 是1.75兆台币 1.75兆台币 然后这个是占比 我跟你讲一个更可怕的数字 他们还很开心说 最近下降了 下降了一点点 那个占比是银行 台湾银行净值的51.2百分比 51.2% 一半以上 所以当人民币如果 无量下跌 跳来似的垮 港币跳来似的垮的时候 台湾会被影响 51.2 对不对 那就是你的影响率嘛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资产 那是银行的净资产 净值 也跳来 那我们的净资产也跳来 这还只是讲到银行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股票 中国概念股 对不对 手机现在不是说要移到印度去吗 对 整个产业链会移走嘛 所以那个产业链的那个聚落 手机聚落他们说要 红海说要整个卖给中国嘛 希望中国有人会接手 你觉得会有人接手吗 没有 谁要接手这种破烂货 是不是 他接了之后卖 做那么多手机要卖给谁 人家印度的真正的 我们听到这个台湾的投资者 都看好印度的手机啊 是啊 因为便宜了 而且效能好 根本不需要一只手机有那么多功能啊 还可以录影 还可以录音 还可以剪辑 你会用吗 不会 所以 我们来看人民币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不要说看得很开心说 啊 中国垮就垮啦 香港垮就垮啦 跟我们没有关系 是 休期与公 因为这几年我们完全没有避险 那个人可以怎么做 哪个个人可以怎么做 美金啊 就是你提的那个台美币 我一直在提台美币 提款 提款 所以我们要赶快心动 对 那特别是 在目前的情况底下 应该持有更多的美金 比例嘛 对不对 不要觉得说 美金已经这样一直上来 美金一直升值 还台币 其实我认为 未来还是 会受到人民币的拖廉 那个已经几个月前就讲了嘛 是 赶快把美金变成 台湾的法币之一嘛 是 原因就是 我们当时也讲说 讲两个月了 开始发现风险的时候 我们要避风险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们要持有 比较多的美金嘛 好 所以 香港事件其实 台湾是局中人 我们不是局外人 是 那么 中国的金融风暴可以避险 香港金融风暴 我们也有机会可以避险 可是你必须要及早做 可是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 我们每一次去跟这些官员讲 中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态度是什么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 人家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快要变成世界超强了 虎籍我们都要靠它 对不对 美国快垮了 对 这是我们的官员 而且是跟金融相关的官员 对不对 这是他们一致的态度 那么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启动国安机制的话 我相信 我们目前没有金融的国安机制 没有 如果说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台风 就要启动一个国安机制 对 对不对 那地震 启动国安机制 对 我们有金融国安机制吗 应该有 理论有 可是 以我们这几年的经验 观众朋友大家自己说 你觉得会不会有 我觉得蔡英文根本不在管这些事 她不关心 这样讲比较快 现在就包在一个抗中的这个 Umbrella下面 都是口号 对不对 都是一张嘴 讲讲 不然就是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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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把这个雨伞收起来之后 你发现说下面空无一无 继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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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 想想政府 所以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想想想想 我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今天如果是赖清德 完全不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 所以要呼吁 赖院长 赖医师 对 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 要站出来 我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什么方案 比较好 但是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赖清德院长 他的态度 对啊 因为现在的情况 跟赖院长3月18号 参选的时候 讲的状况 是越来越严重 我们只剩下一口气 我们只剩下一口气 对院长说的 好 赖院长说的 那现在是不是这一口气 喘过去了吗 不但没有 而且呼吸更急促 呼吸更急促 那救台湾也好 好吧 我们退一万步 救民进党也好 要救民进党 救台湾是最重要 那不然我们就说救民进党 好了 那 对这个 我们今天分析了那么多 一定很多 我们听友 会觉得说 你们说整部 要用哪一部 那怎么办 我就是那个答案 支持赖清德 没有别的路 真的没有别的路 在使用干妈妈之前 因为我一个人住在小套 通风实在不是很好 每次呢 那要用抹布之前都要先闻一下 怎么样都会有一个东西 怎么洗都洗不掉 那个味道实在是 唉 然后用这样的抹布再去擦 擦过的地方 又会有味道 真是很麻烦 然后就变成一两个礼拜 就要换一次抹布 就要丢一次抹布 要不然就是要整个 整锅拿去泡漂白水 整锅拿去泡漂白水 整个小泡漂白水的味道 都觉得自己快被毒死了 但是有了干妈妈之后啊 我只要每次洗完抹布 放上去 第二天早上完全没有异味 而且又干 放了下来 用了一两个礼拜下来 就不像之前我用的抹布一样 它上面也不会长东西 也不会有臭味 就算我一条抹布 用了两三个礼拜 它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永远都像新的一样 都像晒过太阳一样 好